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介绍 这是新的Unsborn Foldout Solar System的书 那这书其实呢 Foldout没有几本 但是目前 就是应该是第一本出来的 其他几本比较小的 不是那么大本的书 那这本书呢 介绍当然是太阳系 但正面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把它里面翻开 因为我有两本 因为正反面不太一样 所以它正面呢打开 它就会从太阳开始 那你会发现说有一些 它的卫星 就是我们发射的这些 卫星在观测的 然后它会有写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些星球 还有它们各自的 这个应该叫做 行星嘛 就譬如说 像地球就我们有自己的很多周围的这些星 就是小的星球 像这个月亮之类的 所以 像 Jupiter它自己也有一些 会绕着它转的这些星球 所以它都有介绍 名字都在这 因为我之前有记过一本书 然后它们都有介绍这些 可是就是 因为没有 visualize 有点困难 那它就介绍这些名称 只有名称 但是它背面呢 你把它翻过来 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说 太阳 然后它就是一样 刚刚介绍的 比如说 这个 Stereo 2006年发射的 然后它就会写说 这个 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take images of the sun and explosion of gas from the sun's surface 所以它就会开始说 这些不一样的 曾经发射过的 这些观察的卫星 我一直不是很确定 我讲的是不是正确 是叫卫星吗 就是这些观测的这些 飞行船 有没有就是 它们的功能 还有它们就是被 发射出去的年份 所以譬如说 地球在这里 阿波罗11 然后 Land the people on the moon for the first time 所以它又告诉说 阿波罗11它是第一次 登陆月球 待人登陆月球的 所以呢就是 藉由图像呢 还有这些fold out 可以打开 然后感觉就其实是一个 蛮 蛮 全面的一个地图 包含了很多知识 而且它的 这个 图像也是很 我觉得就是很真实 感觉 其实它很平 但是它的那个阴影 就是做得很 很逼真这样子 几乎像是真的 这个照片 但是它其实是画出来的 所以呢 这本跟大家推荐非常棒 然后这里有 下面 下面 还会有写说 每个星球的 大小 距离 等等 非常的相近 这样一本 搜到 是14.99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从我们的置顶文 连结当中购买哦 谢谢